变换躺在担架上 被撤离到安置中心 三驮额台风逼近 高雄市茂林区动起来 区长挨家挨户 进行预防性撤离 目前已经完成 预防性的撤离 259位居民 那在一枝灾的地点 我们也安置了 大型机具在准备 不只茂林区 再上去的桃园区 以及纳玛夏区 也都在国军弟兄的协助之下 同步展开预防性撤离 那保全的对象是180位 那有另外有110位的 这个特殊的病患 那这些在今天下午的两点 都已经完成全部的撤离 屏东县满洲乡常乐 和分水岭部落居民 因为有土石流爆发的疑虑 已经先一步撤离到 乡内的度假村安置 县长周春敏亲自到场探视 另外三驱的雾台乡 三店门乡也在下午展开撤离 而景林来一乡的吸水 已经暴涨 来一乡同样也有土石流危机 已经强制撤离119人 我们这边就是我站的位置 右边这边有一次的土石流 最担心就是上方 如果雨量再大的话 我怕会土石流下来 山区风雨越来越强 县府也从一开始的柔性劝导 改为强制撤离 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人 在台风中受到伤害 民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